改成多重 只要记得一个诀窍 一个重点就可以了 成绩多重 第一个呢 一样我是把这个 把它删除掉了 重来 把这个成绩的刚刚这一个 复制一下 Ctrl 键按住 把它改成成绩多重 第一个改完 第二个就是说 在if 里面 如果你BA 里面第一个图 那除此之外就x 中间的话 它需要多一个东西 叫 else 里面 也就是说这有点像 那个以前写 写些什么 写文章说第一个是首线 第二个是请示 在其次 在其次就是除此之外 else 除此之外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加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大约等于84 先做 这个是A 所以把它改A 那 第一个的话特别重要 你把 那个 一符的这个范围 满行复制一下 在这个地方enter 也是back到前面 贴上 但是呢 一个逻辑里面不能有两个一符 那样吗 第三个都是else 里面 所以管几个 反正后面的除了第一个是一符之外 其他的都是else 里面 那最后那一个的话呢 就是else 所以 A B C的对号 然后剩下的 A就是一个 所以else 那这个可以有几重呢 其实在那个 Excel 在Excel玩数以后它是七重 七个有 超好像不行 可是这个好像没有那个限制 你要几个就几个 可是没有那无聊事物 那你可以试试看 里面是好像你要筛选 就是筛一下就对了 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多重的去筛选 那你是人工智慧嘛 那些人工智慧是 你第一个怎么给你 你要去做看断 那它为什么会给你一些东西 那贝勒其实都是这些逻辑判断 那一般其实这个if else 我的多重判断 当然在 恰儿书里面会多讲的叫 select case select 选取吧 选择 case 哪一种判例 那不过我是 两个都把它写过了 后来我发现 两个写完这结果 跑出来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 后来我会 之前会教select case 如果我发现 你两个都一样 那我怎么要学两个 ok 所以 目前就先教这个 那 可能会有同意说 老师那select case 跟这个if else 有什么差别 其实根据刚刚说法是说 select case的效率 效率会比 这样子的 筛选会比较快 ok 效率比较快 但是呢 事实上测过之后 真的有比较快 大概多少 大概是百万分之一秒 真的比较快 如果以这个来看 或者你给他大量一点 资料 因为现在电脑不太快 那个差 对啊 所以前提是应该没感 如果没有感觉 这个那个 意念的差别 你要多学个东西 而且你要去熟悉他 老不如你就暂时了 如果你有那种 对于那种 效能是很狂热的人的话 我是建议你要多学这个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 如果真实不知道没关系 否则的话 城市不是叫你一直学 我发现很多人是 一直买书 一直学一直学 然后这里学那个学 学完之后 最后可能想要放弃 因为好像有点学不完 每个人讲的不一样 最后只是我跟各位讲 真的要掌握 最重要的那部分就好了 真的 其他的 然后你参考 紧攻干扰干扰就好了 好 不要因为外面 然后就学那个好 那个好 全部都好 全部都不好 OK 好 自己的话是有关多重 那底下当然 还有所谓的方学部分 那你可以来看看 跟早上的是一样 其实那个机构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SARB是去抓那个CL来判断 输出到那个出线楼里面 那方学是 跟使用者不是自己去抓 是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一个成绩 你丢个成绩给我 那我帮你判断完 丢回去给 那个寒暑 显示出来 好 两者其实差不多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中午我们先休息 12点30休息到1点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